武女玩具空军加飞行家 讲一句可能会被人喷的话 但是这个是我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嘛 就是烈士局 算了不讲了 我这个人最怕得罪别人 不说了 忍住 玩具伤 阵容的话武女玩具空军加飞行家 这个阵容不好打 这个阵容他偏脆 就是容错率比较低的 因为他的旧人并不稳定 然后呢这里飞行家来就 飞行家来就其实要看 看什么呢 看玩具上逼不逼得出红蝶的这个闪 因为如果逼不出来呢 我们大概能够有70%的可能性 看到龙龙的飞天闪现落地刀 这刀有了 我了个老天爷 这波飞也飞得很舒服 这刀没打中 来吧 闪现没好 这边的话已经击倒 站着别动 我来帮你 就看这波了 这波他得是不吃双倒的救下来 说实话这个机倒有点快 闪现没有交 板车一踹 红蝶这边 看到人了 顶出来交闪现打 狠是你狠 这边飞过头了 完了 哎呀 距离没空好 倒了 空军赶过来 这里武女应该没什么动作 空军赶过来的话 龙龙选择挂这个飞行家 空军那边有枪 救下来意义不大了 因为穷者其实这一轮没人没救下来就已经崩盘了 后面的话就就是这时候是个蛮的 一边打一边祈祷 他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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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就是自己管自己正常操作就好了 哎呦 我天 好 还有个枪 还有个枪 这里的话 红蝶被空军打断 哎 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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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弈 哎呦 椅子到漂亮 卡半救下来的 再交一枪嘛 这枪其实不交会不好一点 这枪留着 因为红蝶这轮要回去挂人的 对吧 这枪其实留着压 这个玩具伤会更好一点 红蝶这一轮是不可能去打这一刀空军的 为什么 你打这一刀空军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玩具伤会起 玩具伤起了 面前还有一个跳板 这个玩具伤 我不能说他活 他就有可能拖你一轮时间 那么拖的这轮时间 飞一架过来就真的空军就被击倒了 一个插刀 这玩具伤都活了 飞一架过来把这个空军给摸了都行 对吧 所以说空军这把枪交的有点不赚 有点亏的 就是没有打在一个点上面 只是打了一轮控制 但这轮控制的意义不大 后面吧 就鬼雪球了呀 无女来救人 有飞轮 红蝶 顶出来 有传送的 一刀飞轮 再滑步 可以 有落地刀吗 不打落地刀了 打一刀你就吧 崩是崩了 但穷者还有一口气 我觉得我要是这飞行家 我就过来救一波人 刚才 那是这个喷射背包有问题 对不对 燃料多抓了那么一点点 飞过头了那么一格 等会儿 大哥 不是这虎女你没处理掉 他救空军啊 等会儿 龙龙 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可以救下来吧 你说呢 传回来了 这个意思 他如果这台机子不跳掉的话 会不会就不传回来了呀 因为跳掉机子以后 红蝶一看压哈 这个人 如果刚才这台机子不跳 先把人救了 红蝶回头 有没有可能出现平局 好像也没有可能出现平局 有蝶 哎 红蝶这边被一个完美的挡断 但是没关系 我下一个蝶带走 飞银家的话 这边喷射背包已经交完了 哎呀 我要不要去练一手红蝶 看他们这些红蝶飘来飘去的 好帅呀 但没打过红蝶的观众 可能不太理解 不太理解这种 就是你自己去打过几把红蝶 特别是你对红蝶的数量度不高 你会觉得这屠夫也太难玩了吧 老红蝶上手难度 没有现在这个新版本的红蝶高 而且我觉得新版本的红蝶 虽然强度比以前的红蝶强 但是他的难度比以前要多更多 这边没排到人啊 翻个箱子 翻个箱子 先翻先翻先翻 他要摸一下机子以后走地窖吗 其实得翻个箱 哦呦 已经爆乌鸦了 那没了 一个飞轮不够用 滑步 再绕过来 好 可以了可以了 我觉得这把穷者呢 你也不能怪飞行家 对不对 只能说红蝶那波顶出来顶到了 导致飞行家这边被打了一刀以后 哎 传错了 这应该传错了 他应该是想传那个小船下面那台机子的 哎 不能吧 这这这这红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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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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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羶 人找不到啊 完美的错过 从他背后绕了过去 然后他发了一句枪